网传中国小型核潜艇问世 这对美国海军的吸引优势是一次重大打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关于中国将要建造小型核动力潜艇 小虎精的猜测非常多 当有一天真的有一艘这样的潜艇 堂而皇之的摆在造船厂时 所带来的震撼也是巨大的 为什么说中国建造小型攻击型核潜艇 是历史的必然呢 亦是因为中国海军走向远洋 需要核动力潜艇的大航数和超长的续航能力 二是中国海军已经宣布要转向核长兼备 以核为主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量建造核潜艇 而且又要求我们能够控制核潜艇的建造成本 从而扩大建造的规模 三是中国海军当前更主要的战略任务 是对抗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的威胁 而通过装备小型核动力攻击潜艇 又是塑造数量优势的关键 出现在中国某造船厂的这艘潜艇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核潜艇呢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特征 一是这艘潜艇采用的是棒推方式 而不是常规潜艇所使用的螺旋桨推进 一般而言 常规动力潜艇受限于发动机的功率 根本就不足以配备棒喷来降低其造成 或者说使用棒喷推进装置 是核潜艇的一个标志 而是这艘潜艇还有一个小规备 一般而言 如果没有超过4000吨的排水量 要想在常规动力潜艇上装备垂发系统 是不现实的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这艘潜艇的排水量可能在4000到5000吨之间 但它又明显小于常规攻击型核潜艇的7000吨级 有人可能会问常规潜艇就不能够把排水量搞大一点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 但是体型越大 水下航行的阻力就越大 如果再装上AIP系统 那么其动力输出可能就会比较有限 潜艇的航速就会较慢 可以说这是一对矛盾 那么现在的AIP潜艇保持高速巡航 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6到7级的航速 这一攻击型核潜艇能够维持20到25节的水下航速 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常规动力潜艇如果要想保持一定的高航速和隐蔽性 就只有装AIP系统 并且要控制自己的体型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这艘排水量超过4000吨级的潜艇只能是核动力潜艇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4000吨级核潜艇一亮相 就对美军是一次重击呢 那是因为核潜艇到现在为止 被认为是除航母之外 美国海军对比解放军最大的优势所在 特别是在其航母面临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的克制架 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发射巡航导弹 一直被美军寄以厚望 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 无力干涉台海是最靠谱的战法 从中美争夺水下战场优势的角度来看 只要中国开始批量装备4000吨级的核潜艇 就能很快的逆转美军在水下战场的技术优势 开到美军核潜艇跑到中国周边部署需要跨越的地理差距 几年之后就可能会出现一艘美军核潜艇被中国速艘核潜艇针对的情况 从解放军对美军实施威慑的角度来看 中国只要裂装这种小型的攻击型核潜艇 就能对美军的第三岛链 甚至是美国本土获得一种常规武器的威慑能力 中国核潜艇的隐蔽性和大航程 可以帮助解放军在远洋部署 能够发射巡航导弹的打击平台 这等于在中美之间的常规武器威慑能力方面 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军事战略平衡 东西而言 中国海军大概率要成批量的裂装4000吨级的攻击型核潜艇了 这既是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需要 也是构建起对美军军事战略平衡的需要 更是阻止美军武力干涉台海的需要 可以说其战略意义非常重大